全球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中玉 澳洲前总理陆克文提出警告 说整个21世纪对大陆跟美国来讲 都是不成责败的关键时间点 与中美实力将会进入一个前所谓有非常非常接近的阶段 而这对于全球来说绝对是危险的十年 陆克文他目前是担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的院长 那他最近在一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东亚研究所举办的讲座上面提醒 说这个地缘政治还有经济跟国际公共卫生的深远变化 将会为全球带来巨大的挑战 而中美关系就是这些变化的核心 东南亚各国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 而陆克文也认为2020年代将是大陆和美国在全球性力量 不成责败的十年也是最危险的十年 因为华盛顿跟北京不管是在经济方面或者是在科技方面 所有面向的战略实力将会前所未有的拉近 美国认为政治上中国要多学学美式多党民主 经济上要给他做低端打工仔 战略上中国就应该要像日本一样来做美国的跟班 不能独立搞一套 不过种种的要求中国办不到 而中美关系从以前的接触走向对抗 那最近又在新冠肺炎疫情溯源 还有网络安全等等 甚至人权 还有香港国安法的问题针锋相对 根本的问题之一 就是美国没有办法接受中国的崛起 所以当中国很多层面开始超英赶美 或者是超越整个西方国家的时候 冲突一触即发 所以澳洲的前总理陆克文就说 中美两朝的实力越来越接近了 以前是既竞争又合作 现在已经变成是完全以竞争为主 已经把对方当成敌人了 那是因为过去35年来 支撑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已经支离破碎 好先来看一下美国的部分 美国其实从欧巴马第二任政期以来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变化 而到了川普执政时代呢 美国对大陆的这些政治理想已经幻灭了 那没有办法改变你 就转为打压的行动 而且在执行上逐渐的失去了条理 你不用说美国在变 其实中国也不是以前的中国了 陆克文认为 中美的关系出现结构性的恶化 中国也必须要负一半的责任 因为大陆呢 摒激了邓小平时期的韬光养晦路线 而对外呢态度越来越强硬 最后演变成战狼外交的这个策略 那中国的壮大也给了自己相当大的优越感 你可以常常听到很多人说 哎厉害了我的国 这种强化性的字眼 加深中国觉得 美国正在面临结构性的衰退 整个2020年代就是中国的年代 但是陆克文反倒认为 这就是中国现在最危险的处境 因为它太低估了美国整个在经济 还有在政治上的复原能力 英国广播公司BBC 最近也刚好在呼应这样的论调 他们刊登了一则评论 访问了一些学者 就是在讲中国整个经济的规模 很有可能会在2030年超越美国 两强之间的厮杀造成了全球大地震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 就算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GDP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但是不能单单只做GDP 来评断一个国家的实力 所以很多的国家 GDP到底能不能够当作一个 唯一的标准呢 有学者并不这么认同 那美国方面呢 学者就认为说 美国其实单纯只是试图想要 遏止中国 这会引发一个恶性竞争 因为呢如果他要遏止他 很难达到目的 因为两国之间的依赖性 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美国对于中国 实施各项的经济制裁 效果其实非常非常的有限 因为这有可能会损及到 美国自己的经济损失 无论如何 不管中国会不会超越美国 或者是美国仍旧维持 世界霸主的地位 那陆克文都认为 接下来 对全球而言 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十年 中美两强相互较劲 那增加所有盟友 你必须要选边站的压力 比较亲美的澳洲 就是最血淋淋的日子 那澳洲大学呢 他们最新公布一个数据 中国去年对于澳洲的投资金额 急速的下滑 只剩下7.8亿美金 这不仅是创下了 六年来的新低 甚至比前一年 纵减了61% 再从投资额来看 其实中国在2016年的时候呢 对于澳洲的投资额 来到了高峰 好 这个蓝色的柱状图 代表的就是2016年 当年呢 这个投资金额 不仅是达到了165亿澳元 甚至当年有111件的投资件数 那你看呢 两个人吵架之后 哇 一路的下滑 去年投资金额 居然只剩下10亿澳元 而且只剩下20件的投资案 几乎是腰斩 再腰斩 骤降了94% 主要两个原因 第一个澳洲政府加强了对外的投资审查 以前的审查是比较宽松的 那大部分其实都不会审查 那除非你的投资金额超过9亿美元 或者是你的国家没有跟澳洲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然后你的投资金额超过2亿美元 这种非敏感的项目才需要审查 可是呢 澳洲政府在去年3月 也就是跟中国开始交恶之后 他就提高审查的门槛了 所有的外国投资都要审查 那因为审查很耗时嘛 常常需要花好几个月 甚至半年的时间 所以大大降低了中国投资澳洲的意愿 那另外一个原因 中国也封杀了许多澳洲的货品 好 我不让你来了 那还有谁会想要去冒着风险 去澳洲投资呢 这两个原因都是造成近年来投资金额大幅减少的状况 那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就说了 这要怪谁呢 怪澳洲自己啊 中国降低投资意愿 你们澳洲应该要认真的反思 中国去年其实并不是对于所有的国家的投资都是减少的 中国去年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增长了3.3% 但唯独只有对澳洲的直接投资是呈现了断崖式的下降 那就是因为你们澳洲啊 常常都滥用国家安全这样的议题 否决很多中国企业到澳洲来投资的项目 你们嘴巴上说澳洲标榜着自由竞争 标榜着市场的规则 但实际上呢 你们都把经贸的问题政治化 而这样做只会对你们自己的澳洲自身利益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那澳洲跟中国针锋相对的导火线 当然就是澳洲他们在公开呼吁全球要调查疫情源头的方式 引起了北京的愤怒反弹 那两国之间的争论现在扩散到人权议题 中国跟澳洲互相控诉对方 侵犯人权 英国媒体BBC呢 他们就播出了一则报道 那在这个报道当中出现了一个妇女 他就诉说自己曾经待在这个新疆的再教育营 控诉有许多的妇女在这里遭到大规模的性虐待还有酷刑 那澳洲外交部的发言人潘恩 好他就说了 跳出来谴责中国 而且还呼吁说中国政府啊 你们应该要马上让联合国的人权专员到新疆来进行调查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侵犯人权的事情发生 但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也不甘示弱的回击 说新疆走的都是人间正道 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光明磊落 没有什么不能看的 好我们也欢迎这些外国人士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 汪文斌也同时炮轰英国广播公司BBC 说你们这则报道 找来的新疆人根本都是演员 不是真的 而中国呢反手也指控澳洲哦 说你说我侵犯人权 那你澳洲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你敢让别人知道吗 中国政府就在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 对于澳洲的人权状况提出了五大建议 要求澳洲也要改善人权 好哪些人权自卫侵犯呢 战争 罪行 还有种族歧视 移民关押 原住民 还有刑事犯罪 好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 每五年就会举行四年度审查 总共有三十一个国家像是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等 他们会联合来关切这个各国的人权状况 那这一次呢被中国指控侵害人权的就是澳洲 中国说澳洲啊 他们承担刑事的责任 好承担刑事的责任呢 目前为止 其实他们的年龄是十岁 其实各国都要求啊 要提高到十二岁 甚至是十四岁 那就有报告指出 在澳洲有高达百分之五十九 遭到监禁的小孩 都是原住民的小孩 那中国就怀疑了说 你敢说你不是侵犯原住民的人权吗 好再来 澳洲为了阻挡难民来到澳洲 2001年的时候呢 就在他们的领土外面租借其他国家的土地 像是南太平洋的岛国叫做诺鲁共和国 就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监禁中心 把澳洲不愿意接受的难民全部都送过去 那难道你澳洲这样做就是顾及到人权吗 而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群就说 希望澳洲能够正视你们自己的人权问题 要采取更实际的措施来改善 为国际的人权健康发展 做一些真真正正的实事 所以您认为 有真的像中国所说的 澳洲在侵犯人权吗 而中国和美国之间 真的进入了最危险的十年阶段吗 请您将您的想法 留在隐蔽下方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